各位神父、评审老师以及在场的各位同学 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父亲皆法地马天主堂的崔敬明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耶稣诞生 马逗福音第一章18至25节 耶稣诞生 信仰天主的小朋友 没有不知道圣诞节这个节日的 每年的12月 我们都会再听一遍耶稣诞生的故事 在圣堂以及许多人的家中 感受就是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喜悦 今天我就要再讲一遍耶稣诞生的故事给大家听 天主的做法以及他的时间总是完美的 他儿子耶稣的降生也不例外 在耶稣降生之前 上帝已经为他挑选了最合适的父母 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那时候已经和洛瑟订了亲 洛瑟是达位王的直系子孙哦 在洛瑟以及玛利亚才刚订婚时 玛利亚就因着天主圣神的德男儿怀孕了 这件事情带给洛瑟很大的冲击 因为他都还没应屈玛利亚入门 玛利亚怎么可能会怀孕呢 他想到哎怎么会这样呢 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我该怎么办才好 我又不想伤害玛利亚 洛瑟不想伤害玛利亚 也不愿意公开的羞辱她 便打算暗暗的羞退她不娶她了 正当洛瑟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梦在旧约中常被视为上天启示的方式 天使进到了他的梦里 对他说 达味的子孙若瑟 你不要害怕 尽管把你的未婚妻 玛利亚取过门板 因为他肚子里所怀的孩子 是圣神所赐 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 救世主的意思 他会把世人从种种的罪恶种拯救出来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定验了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看哪一位童真女将要怀孕生子 人将称她的名字为恶马奴儿 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 对于天主神妙莫测的计划 若瑟表现了虔诚服从的态度 他一从睡梦中醒来 就照着上主的天使所属父的去做 娶了玛利亚 并且将他生下的儿子 把他取名为耶稣 亲爱的耶稣神子 玛利亚的儿子 洛瑟的祭子 也就是世人的救主 而这一个重要的节日 也就是12月25日 每年的圣诞节 是我们基督徒 纪念耶稣诞生的重要节日呢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